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文倩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李清浅 女人过了三十岁 一定要有点钱 读者说最近和男友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 他一直想尽快 在打拼的城市买房 然而工资收入却十分有限 没有开源的能力 就只好努力截留 原本他和男友 都在外边吃早餐 每天每人至少五块钱 他算了一笔账 发现还是自己做早餐 比较节省 两个煎蛋 两个馒头 再熬一小锅粥 准备一碟小菜 既营养又健康 虽然清淡了些 但起码吃得饱饱的 每天至少省六块钱 早餐计划 执行一周后的一天 男友说单位开会 必须早到 便没吃他做的营养早餐 男友出去后 他发现他钥匙往家里了 于是把馒头鸡蛋 装进保鲜袋 追了出去 走到小区门口 却木人发现 男友正悠闲地 吃豆腐脑和肉夹馍 他于是反省 省钱大计 是不是苛扣了男友 尽管他有用心地 准备早餐 但显然不符合 肉食动物的胃口 他是个聪明的女孩 第二天便没再做营养早餐 男友也没反对 于是省钱大计 就这样泡汤了 清钱姐 我真的很想早点买房 可是我们两个 现在月薪都是三千出头 又没有其他赚钱的本事 想一想就感觉脱贫 致富遥遥无期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 我年轻时候也经常这样想 什么时候买上房 什么时候买上车 什么时候有能力去国外旅游呢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不是天生好命 含着矜持出生 谁刚毕业的时候 不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呢 有记得 我大学毕业第二年 出到西安 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当时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 那时候也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 印象中那一年 民生上有一个大事件 那就是牛奶突然涨价了 一箱牛奶涨了近十块钱 搞得我和老秦都舍不得买奶喝 干脆买了个豆浆机 该打豆浆喝了 我一直是省起钱来 不要命的主 天热了 在外边买水 从来都是买最便宜的 雪糕只要超过了三块钱 肯定换一个便宜的 但节流不是办法 开源才更重要 偶然发现 我写的文字可以换稿费时 我就开始不停地写啊写 以期换更多的稿费 后来我去了一个不错的杂志社 工资变成了三千左右 除了努力工作 我更加挖空心思写稿子 虽然经常累得颈椎不舒服 但当我和老秦 终于攒够了人生第一个五万块时 我还是对着存折 开心得直乐 可是年轻的时候穷点 真的没什么 牛奶贵了 大不了不喝 没钱去大饭店 一起去吃路边摊 也开开心心的 偶尔摆个好吃的冰激凌 你一口我一口 反倒是一种甜蜜 穷不可怕 只要勤快 趁着身体好脑子好用 又没什么拖累 努力打拼就是 最怕的是 年轻时有钱 到了中年或者老年 反而过起了穷日子 西西妈就是这样 西西妈非常聪明 口才也好 大专毕业后 去某房产公司 做了寿楼小姐 那时候西西妈挣的不少 年轻女孩爱漂亮 化妆品要好的 衣服要牌子等 所以虽然挣的不少 她并没有存下钱 孩子出生后 因为没有人帮忙带孩子 西西妈就再没有上过班 这期间一直靠西西爸 一份四千块的月薪 养活一家三口人 一家三口 四千来块钱 真的只是勉强度日 西西爸从来不敢失业 因为一旦失业 意味着一家三口 就只能去喝风了 西西妈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捉襟见肘 很后悔以前的钱全糟蹋了 西西妈三年来 她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 给我妈她也不要 她知道我没钱 还经常偷偷给我钱 她只能做到尽量不委屈孩子 可是说不委屈 当你全部存款 只有几千块钱的时候 真的会不委屈吗 有一次西西去公园玩 想要一个泡泡 就因为比外边贵了五块钱 西西妈硬是没给买 孩子哭了一路 和朋友出去 也会不好意思 别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 就自己灰头土脸 西西妈说 一度穷的都快没朋友了 西西妈只能选择人 只希望西西上学后 她也拼命挣钱赶紧翻身 西西上学后 西西妈开始想办法挣钱 鉴于西西上幼儿园后 同样没人帮忙接送 西西妈决定做点小生意 她上午在早市摆摊卖铜装 中午在学校门口卖汉堡 晚上在小区门口弄了个沙池 每天九点半才收摊 西西妈说 一度她只要听说 做什么挣钱 就两眼放光 苦心人天不负 她终于慢慢有钱了 最近西西舅舅要结婚 西西妈给了弟弟三万块 她说 女人哪 还是要有点钱 这几年我真是在娘家 抬不起头来 不但没给过家里一分钱 还总是要她们的钱 到后来 我都不好意思回娘家了 你知道吗 我把那三万块钱给我妈时 觉得特别扬眉吐气 因为我终于不但有钱了 还有能力帮她们了 那天晚上回家后 我大哭了一场 没有受过穷的人生 不足以言人生 的确 人还是得有点钱 尤其是三十岁以后的女人 过了三十岁 花钱的地方会比以前多很多 这时候钱就是一个女人的底气 她让你可以不必退而求其次 如果你单身 面对父母亲朋的催婚 你就可以气场十足地说 我可以养活自己 如果你已婚 且生育 你就可以腰杆挺直 做全职主妇 你可以给父母买营养品 而不必看谁的颜色 给孩子买心爱的玩具时 不用因为价格贵 悄悄放下 你也可以大大方方 接过闺蜜送的漂亮口红 因为你有能力 回馈给她同样 甚至更好的礼物 你甚至可以大声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年轻时不要哭穷 也不要怕穷 因为比年轻时穷 更可怕的是 过了三十岁 依然穷 与其叽叽歪歪 呼天怨地地喊叫 哪天变成有钱人 不如想法子多挣钱 只要勤快用心 你总不至于受穷 你不用变成富婆 但你至少 要有失业一年 或者生个小 并不恐慌的资本 只有这样 几年后 当你上有老下有小 两头吃紧时 才不会哭穷 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听 更多的美闻 更多的好声音 欢迎继续关注 微信公众号 一星期一本书 如果你喜欢文倩的声音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 搜索 今晚九点半 FM 每天晚上睡前 文倩都会陪你 读一篇文章 好了 今天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收听 晚安 是挣扎的自由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仇 深秋门绿的垂流 牵绷住我额头 在那座阳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 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雨淋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我会把手揣进裤子 分别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仇 深秋门绿的垂流 沉沦着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 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一路 走到雨淋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和我在成都的城里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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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雨淋路的尽头 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处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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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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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兜 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